都把前段时间收到这么一封信 邀请他做抗体测试 这个测试是由英国卫生部 NHS 帝国理工大学 还有一家公司联合组织的 英国政府想知道 现在英格兰到底有多少人已经有抗体了 受测试的人是从NHS系统中随机挑选的 我和头小的都没有收到邀请 填写邀请码注册之后 收到这么一个可以在家测试的抗体设计盒 里面有缓冲液 刺血针 还有测试棒 看一下生产日期是4月份的 另外这个是酒精棉 还有一小块窗口贴 还有一本特别详细的说明书 算了算了直接开始吧 十指了吧 只有他愿意出来看见 十指了 我以为会出来跟针 我以为会出来跟针 你会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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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针 你会按针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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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哦 有血了 等我等我等我 等我等我 有血了 叫不下去了 有 kriegen Sex 没有焊 ok 自己按着吧 然后 我滴这个 手机底下 2种 好了 开始计时 10分钟 10分钟后看结果 果然豆瓣还没有抗体 他每天在家工作 大门不出门不卖 我们都觉得这个测试盒子给他用 简直是浪费资源 最后要这样拍个照 把测试结果传到一个网站上 传的时候还要填一堆问卷调查 不过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倒挺有意思的 比如这个问题问你有没有过 以下这些症状 他是问的从2019年11月份开始 还有这个问题 他问的是你有没有做以下这些防护 这里呢他问的是 1月份到3月份的时候 下一个问题呢他问的是 3月份到5月份的时候 所以他们应该是想知道 做防护和感染率之间的关系吧 所以我们就这样简单测了个抗体 也算是抗体测试盒子的开箱吧 不过这盒子市面上还买不到 那边就先线得下来 再 matrix准备下来 三元